你要介紹什麼? 你要介紹什麼車車? 那一台是什麼車? 檢車 檢車的Tomica嗎? 真的嗎?來我們來看一下它是什麼型號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第一台是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Tomica 在2009年 出來的 叫什麼? 胎筒 對 你念的是胎筒 胎筒 這是越南做的 是2009年 2009年 第109號 我們來看一下 換哪一台 好 來我們來換下一台 你想介紹下一台是什麼 先不用放進去放在旁邊就好了 來下一台 下一台 換 下一台 來 拿給鏡頭看一下 往這邊一點點 來放在這邊 好 OK 那這是什麼車? 是救護車 救護車嗎?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 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編號 這台是2006年的 TOMICA 這四台 這一台是 Toyota HIMIC 2006年的編號 49號 我們來看一下 是小 Toyota的救護車 好 來 換下一台 你想介紹下一台是什麼 來拿到鏡頭前面看一下 這台 這台是什麼 來往後一點點 往後一點點 在這裡 好 那這台是什麼車 公車 是公車嗎 是不是游覽車 游覽車還是公車 游覽車 好 黃色的游覽車 對不對 黃色英文怎麼唸啊 Yellow 對不對 OK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台是 2007年 YESUDUGADA 然後TOMICA的編號是 42號 所以 這一台被我兒子摔了好幾次了 所以有點掉漆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全 全部 我那裡面坐的椅子還蠻精細的 還看得蠻清楚的 裡面這邊 車子 椅子都在做蠻精細的 不過這隻是全 不可動的 它車門不可以開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歡迎介紹下一台 下一台 來 來 拿到鏡頭前面 你拿好 好 不要動喔 這台是什麼車 貨車 貨車 卡車 什麼車 貨車 貨車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編號 我們先 現在它的編號 這台是2007年的 TOMICA ISURU ELF 那怎麼沒有看到它的編號咧 這台沒有看到它的編號 沒有看到編號 沒有看到編號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它的 狀況 這應該是 日本的一家貨運公司 貨運公司 貨運公司的圖裝 總共安全 OK OK 好 來 精細度來講 它也是全部可 全部可拆的 後面這堵門可會拆 不行 所以 它也是全部可動 就是單純一個小模型 那 來 接下來 我們來介紹今天最後一台 我們一天介紹五台 來 我們下一台是什麼咧 是 是 是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拿到前面 你拿到前面 拿進到前面 好 拿好喔 不要動 OK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台 這台是什麼車 公車 是公車嗎 你確定嗎 不是遊覽車嗎 嗯 遊覽車對不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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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台也是被我兒子摔了 很淒慘 然後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台是 25 這台更老了 這台是2003年 TOMICA MITZMICHI FUSO的 Air Queen 那 以前的都沒有編號 那他比例是156比1 我們來看一下 這台做的還蠻精緻的 是因為 他的行李箱是可以拆的 可先開的 是單邊可先嗎 只有單邊可以先開 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精細度還不錯 這種原裝車幾乎不可能進來台灣 車頭也做的蠻漂亮的 裡面的座位也做的 也做的很精緻 只是 有點被我兒子摧殘過了 所以他有點掉漆 那 這台叫做MITZMICHI FUSO Air Queen 好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來 來 我們對著鏡頭 有沒有辦法拿五台 好 我們拿三台就可以 來 好 那這一五台是不是你的TOMICA 對 好 換哪一台 我們今天一次介紹五台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把車子放下來 好 不用先這樣子 來 精靈 跟鏡頭說拜拜 拜拜 來 再來一次 再說一次拜拜 拜拜 好